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0月24日 云迪克代表队友慰问罗拔尘 据利物浦回声报的报道 利物浦队长维基尔云迪克表示 他已经联系了肩部受伤的安祖罗拔尘 他为这名后场搭档感到难过 其他队友都会帮助他早日康复 利物浦后卫 苏格兰国家队队长安祖罗拔尘上周在国家队比赛中 与西班牙门将预西蒙发生冲撞 导致肩膀脱臼 在确认安祖罗拔尘的伤患需要进行手术后 高普认为 他可能会缺席未来三个月的比赛 维基尔云迪克表示 他已经和安祖罗拔尘谈论过这件事 他对安祖罗拔尘的伤病感到伤心 全队都会帮助这位深受大家欢迎的左后卫度过康复期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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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的支持